大家好,咱这期视频来讲一下张和陈字的书写 这两个字是我答应一位网友讲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名字里面有这两个字的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首先张字书写 姓张的太多了,这是一个大型,我们来看看 张这个字,左部的公字旁,然后右边是长字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写 公字旁的写法估计很多人就写不好 你看横往上去,往线压一下,往回收 其实你也可以不压,可以平折过来 然后你看横,好,然后竖往前,然后折过来 好,和上部这个折比处对齐到这儿 你看,好 这是公字旁,大家看一下 下部比上部略宽一点点 它这个折比处与上部这个折比处其实基本对齐 看见没有,它宽在哪呢 因为你这个竖折它是往前走的 它往前宽出来这一点点 它右侧其实基本对齐的 你不要说给它往右边宽太多 比如说有同学,他就觉得 我得比上面宽一点就往这儿走了 其实这样写不对啊 它与上部这个折比处对齐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个竖往前去 它已经往前宽出来那么一斜了 明白吧 所以你就不要往右边这样伸过去了 这是公字旁 而且公字旁是上紧下松的字形 你看,横,横,横 这个横像笔画是多横等句的 而且压得很近 下面这个折勾腿长一些 明白吧 这是公字旁 然后你看右部 我们直接写章吧 大家看一下 你看横 折往里收 再来一个横 然后竖折 好,折勾 是上紧下松的 然后你看右部 撇 再来一个横 好,然后你看竖体 往下 好,然后往上出尖 这个撇 这个横在哪 基本上与这个竖折勾这一块是对齐的 看到没有 基本上与它对齐 而且这个横左短右长 但是不要写太长 稍微短一些啊 这个横绝对不能写太长的 然后竖体是上短下长的 你要保证下半身的比例长一些 然后你看纳画往外展开 纳画往外伸展出去 章子 你看我们把这个字连贯的写一下啊 你看首先横折 往里收 再来一个横 然后竖折 折勾 出勾 然后你看撇 横 竖体往下 出尖 好,纳画展开 出纳角 章字熟悉啊 章字这个纳游戏 有点有点低了 应该稍微 再高一点点 45度夹角啊 上下应该是45度夹角 章字 好,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辰 辰这个字 其实你要想写好看的话 你要搞清楚它的收放关系 大家注意 你看下部有撇和纳 尤其是纳画你要放出去的话 那你上部这个宝盖头 就势必得写的窄一些 势必要写的窄一些 来凸显底端的这个皮纳 好,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辰子怎么写好看 大家看一下 你看辰子首先点 然后左点 横勾 往下压一下 然后你看往回出勾 这个勾 你看指向是对着这个点的尾巴去的 看见没有 这个宝盖头不要写的太宽 注意宝盖头不要写的太宽 好,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辰子 好,首先你看点 然后左点 然后你看横勾 往下压一下 往回出勾 好,然后你看横 横写在这个点和横勾的门口 可以没有 写在宝盖头的门口 你不要写到里面去 然后你看皮 好,往外伸展出去 可以没有 然后你看横 进去要压得近 横 大家看一下 横到横到横到横 这个间隔压得很近 你下面要给竖笛和纳 留出足够的空间 让它去伸展 然后你看竖笛 往下拉长 你看腿长一些 腿是永远不要给它写太短的 然后撇 纳花放出去 这是层子的 你看一下 撇往这走 纳往外伸展 你看它下面 你看撇纳和竖笛 它其实要伸展一些 笔画上部要压得紧一些 上紧 下松 层子书写 好,我们把这个层子 再来一遍 大家看一下 好,点儿 然后你看左点儿 然后横钩 好,压一下 往回出钩 这个钩有点太小了 对着这个点儿 点儿的尾巴 你看勾过去的 然后横 爱撇往外走 横 然后你看竖笛 好,往下 出尖 撇 那往外放 大家看一下 这个宝盖头 你看不要写的太宽 把这一块 你看给它盖住就行 撇纳要伸展出去 层子书写 好,咱这期视频 你看关于章和层子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